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簿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所有人继续待在飞机上 为了大家的安全 请务必配合 机舱里李高楼说完这句话之后 跟着几名作战队员下了飞机 此刻的他神情非常凝重 第三阶段的拉莫病毒绝对恐怖 按照之前李高楼在生死部上得到的消息 拉莫病毒一旦进入到第三阶段 那么全球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局势 最为直接的一点 拉莫病毒会离开非洲 开始向全球进行扩散 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哪怕只是想一想 就足够让人不寒而理 毕竟这种病毒 最终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就连李高楼都不知道 甚至可以这样说 大概人类会因此受到巨大的影响 而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样的话 虽然说只是李高楼的猜测 没有任何依据 但要知道 这人是李高楼不是别人 既然他能有这样的感觉 那就说明这个事情 可能真的会发展到那个样子 当然 也正因为只有自己才知道这件事 所以拉莫病毒的可怕 也只有李高楼最为清楚 所以哪怕他知道 有些事情很难改变 尤其这种牵扯到全人类命运的事情 那么反噬绝对不是自己能够承受的 但是他愿意去试一试 跟王爷一同下了飞机 看着已经完全被作战队员封锁的机场 李高楼出声问 李队长呢 很快旁边的队员就回答 李队长就在前面 几分钟之后 李高楼看到了李老蒙 虽然说也就两个多月吧 李高楼没跟着李老蒙见面 但是此刻看到李老蒙的第一眼 李高楼整个人就愣了一下 那种感觉很奇怪 就好像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啊 李老蒙苍老了不少 甚至消瘦了很多 当然 现在的形势过于急迫 所以李高楼啊 也没时间跟李老蒙去聊这些 感染者名单已经确定了 现在要把这些人全部带走 统一看守 其他人等我回来之后 逐一排查是不是感染了病毒 虽说李老蒙的身份呢 比他可高多了 但是这个时候 李高楼拿主意呢 是当仁不让 好 我马上安排行动 那你去什么地方 先是点头答应 不过紧接着 李老蒙却是有些奇怪的问的 的确 现在机场应该是 行事最为危险的地方 那李高楼还要上什么地方去 没回答李老蒙的问题 李高楼反问了一句 江泽威在什么地方 李老蒙下意识愣了一下 不是你好端端的扯上江泽威干嘛呀 他现在担任了华夏治安总队长的职务 我还真不清楚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的确 江泽威又升职了 说起来江泽威运气是真的好啊 本来在东海啊 担任治安总队队长 之后到了京市 现在啊 这才短短多长时间 又成了总队长了 就这种上升的速度啊 那跟火箭似的 而现在他的身份 哪怕是李老蒙 那都不算是他的上级了 他自然呢 也没办法随时 关注江泽威的动向 更何况在现在这个时刻 他还不明白 为什么李高楼啊 问江泽威的这个去向 马上找到江泽威队长的位置 他有危险 看出来李老蒙的疑惑 李高楼也没犹豫 直接啊 就跟李老蒙说出他的想法 李老蒙吓一跳 他刚刚说了 江泽威现在的身份 对于整个华夏非常重要啊 如果他有什么危险 那可不是小事 李老蒙的神色变得严肃了 什么危险啊 我马上找他 说着他已经开始打电话了 李高楼就站他对面 沉默着 王爷也相同的表情 几十秒过后 李老蒙挂了电话 中信大厦 江泽威正在跟导国方面的代表见面 本来应该是一个小时之后 不过提前了 此刻的李老蒙还是一头雾水 江泽威现在是在中信大厦 那地方可是戒备森严呢 照理说不该有什么危险呢 所以这李高楼 到底打算干嘛呀 时间紧迫 李高楼也没时间详细解释 给我安排一辆车 我要马上赶到中信大厦 第三阶段的拉莫病毒感染者 不只是机场里有 那支岛国代表团里也有 不过他这话说完 李老蒙完全明白 这究竟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了 虽然说这场会谈呢 只是一场商业层面的会谈 但是呢 江泽威可是治安队的总队长 如果对面代表团里边 有拉莫病毒的感染者 那么很可能会将病毒 传染给江泽威呀 而且稍微想想就明白 为什么岛国商业代表团里边 会有拉莫病毒的感染者 而且还是第三阶段的携带者 所以对方从一开始的目标 就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对付江泽威 一点都没犹豫 李老蒙赶紧给李高楼安排车 同时 他自己也是尽可能的 想要跟江泽威那边取得联系 看看有没有办法阻止 然而会议却已经开始了 就这样 李高楼开着车 拉着王爷两个人 之前从生死部上 洞察整个事件经过之后 李高楼的确被深海科技的 狼子野心和疯狂给吓了一跳啊 看来他们这么做 已经是完全表明 就是想让第三阶段的拉莫病毒 从华夏开始蔓延和扩散 这种事 李高楼绝对不会允许 哪怕如今的拉莫病毒扩散 已经是全球化局势 但是他依旧要阻拦 华夏是自己的祖国 这里都是他的亲人和同胞啊 哪怕危机已经降临 并且已经到了眼前 但是他也绝对要让华夏 成为最后安全的堡垒 这不是什么执念 而是一种信仰 一种身为华夏人 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失 也不能忘记的信仰 中信大厂 一共三十二层 李高楼他们到达的时候啊 因为李老萌已经提前做了安排 所以啊前边的安保力量 闪到了一旁 他们虽然不清楚李高楼的身份 但是一个来自于李老萌的电话 足以说明所有问题 从头到尾 李高楼的面色非常平静 没任何多余的波动 就好像接下来他要做的事情了 在心里边已经做好了完全的打算 就在李高楼进入到电梯的时候 已经进入了会场的江泽薇 在这个时候听到了后边的消息 有危险 这个时候的江泽薇 他当然也知道自己如今的特殊性 所谓在其位谋其正 他自然也会有相应的感觉和气势 虽然说他已经看到对面的岛国代表团 并且接下来他要做的事啊 就是走上前去 但是这个时候江泽薇停下了 先等一等 没任何解释 江泽薇跟身边的安保说 马上那边本来已经靠过来的岛国代表团 全部停下了 最前面的那个人赫然就是之前那位长发的龚本少爷 他叫龚本水 来自于岛国非常有势力的龚本家族 而且跟龚本天一的关系非常不一般 这一次龚本水作为代表团的团长 就可以说明很多东西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代表的就是岛国 本来面带笑容 龚本水马上走过来了 但却被前边人给拦住 马上他身后的下属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然而华夏这边的安保 没做出任何的解释 他们只是拦在他的面前 不让龚本水他们继续往前走 整个会场的气氛可就变得有点尴尬了 每个人面面相觑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龚本水的那双眼睛 则是很快充斥着冰冷 他感觉到情况有点不对劲 但是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按道理来说 自己的第二套计划 那是绝对的万无一失 绝对不会有任何意外发生 毕竟他的身份摆在这儿呢 他代表的是岛国跟江泽威见面 此时此刻 会场之中更是有着很多 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媒体 甚至好多重要的电视台都现场直播 那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意外啊 可是偏偏江泽威停下来 这让龚本水没有其他办法 所以他只能站在原地等吧 保持着镇定 等待江泽威那边下一步的举动 难道是他们已经有所察觉了 不可能啊 感谢观看